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那个基因是什么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 我有一定的连贯的思维跟决策的模式 注意那个思维是连贯的 当你找到连贯的思维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路就在旁边 只是你要不要走过去而已 我跟各位分享一个连贯思维的 这个思维的起源 大概认识我们都知道 我很爱看棒球 我问你一件事 请问一支一雷打加一支全雷打 可以得几分 答案是两分 可是你只要把这两个顺序对掉 先打一支全雷打 再打一支一雷安打 再打一支一雷安打 然后连续三个打者都被删证 这样只有得一分 一支一雷打加一支二雷打 有可能一三雷有人 所以你只要一个没有人出局的情况之下 触及短打说不定就有可能得分 我常常就在思考棒球给我的学习 棒球给我最大的学习是 积小胜 成大胜 就是你垒上一定要先有人 才有可能扳平 或者才有可能逆转 垒上没有人 那叫做做梦 所以你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先有一个人 不管任何方法 安打也好 四外球也好 被球打到也可以 上一垒 接下来就是再推进 再推进 再来一支大的 你只有可能得四分 我就是运用这个逻辑 现在很多人看我说好像越做后面 雪球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资源越来越多 其实不是的 我是先积小胜成大胜 比如说讲课认真讲 写书认真写 然后专栏就是写三百多篇 就每一篇认真写 当然也有写坏掉的 积小胜成大胜才是决策的关键 不要一开始就想赌大了 那个是不可能 所以我想要鼓励大家 连贯了思维的这件事情 当你有了以后 不用急着想要成功 给自己一点时间 给时间一点时间 我三四年级的时候 我爸叫我去煮开水 我爸跟我说 那个开水 就把瓦斯关掉 结果你知道我怎么样吗 我就是大概煮一分钟 我就把盖子打开 诶奇怪 怎么还没有开水没开 结果再隔一分钟 我又去把盖子打开 奇怪怎么还没叫 就是这样一直开 开了五六次 开水都没有开 我爸跟我说 怎么煮那么久还没开 我说我刚刚一直去打开盖子 看它有没有开 我爸就告诉我一句话 超有哲理 这是我爸送给我人生最好的礼物 他就说给自己一点时间 给开水一点时间 它就会开 不相信你在那边站三分钟 它就真的会开 我说真的吗 他就煮 盖子根本都不用开 三五分钟之后 那个开水就会叫 瓦斯关掉 水就可以泡面 其实人生有很多的道理 都是在这些小地方发现 但是因为你会急 想要短时间之内看出结果 你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先上一壘 人生有很多事情不用急 慢慢来 反而是另外一种快 接下来跟各位介绍这本书 是天下文化的少 但是更好 其实这句话在简报的内容当中 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 也跟这本书的书名不谋而合 叫做Less is more 少其实就是多 现在的人因为推广斜杠的概念 谢文献要有A身份 B身份 C身份 D身份 当你身份越多 做的工作越来越多 你会发现 其实大部分的事情 都做的不会太好 所以这本书的作者 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聚焦 用我的话来讲 叫做本业 一旦你本业巩固好 一旦你的本业 真的有一针顶天的能力 你发展所谓第二专长斜杠 那个只是一种身份的取得 不见得是要获得金钱 不小心刚好有钱 那个是刚好赚到 所以你的人生当中有时候 你会发现你其实拥有了很多 你拥有家庭 拥有朋友 拥有事业 拥有专长 拥有一些很好的兄弟朋友 这个姐妹朋友 其实你已经很幸福 可是你往往会觉得 好像不够 所以我要更高的成就 更高的薪水 更高阶的朋友 更好的人脉 等到这些到了你身上之后 等到这些到了你身上之后 伴随着而来的就是更大的压力 更大的责任 更大的负担 更大的社会期待 人之所以会被压垮 可能就是在因为追求多的过程 把你自己压得喘不过去来 或许这本书在练习聚焦的过程 可以找到你这些人生思考的方向 少 但是更好 他其实告诉我们 两个很重要的人生观念聚焦 希望各位会喜欢 谢谢